再来看到乌克兰的购物中心被俄罗斯的飞弹攻击 至少有20人死亡甚至还有数十人失踪 但是俄罗斯声称他们攻击的是军火工厂 而弹药爆炸才会波及了购物中心 而这样的说辞显然不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 他抨击这样的行径就是恐怖攻击 俄罗斯应该要列入恐怖主义国家 公园里民众正在运动 旁边的商场却遭飞弹击中爆炸 其中一人被震倒在地翻滚 接着还跳入水池中躲避 水池的另一端有民众看到爆炸后抱着孩子躲到树木后面 其他人也纷纷往反方向逃离 乌克兰中部克列缅秋格市中心商场遭到俄国飞弹袭击化为废墟 最新的预袭瞬间画面曝光 除了有旁边公园民众仓皇逃难躲避的画面 总统泽文斯基也分享了监视器拍到 飞弹击中商场瞬间的可怕画面 再度痛批俄国针对乌克兰百姓攻击 是恐怖分子国家 而这些案子国家和其他人都会拥抗议 和其他人都会拥抗议 在场合选择战争 和封销的编码 我说没有人在室内,还没有人继续,我还没有人继续,还没有人继续,我还没有人继续 我还没有人继续,我还没有人继续 我还没有人继续,我还没有人继续 有民众在附近的避难所描述自己按摩到一半,却听到空袭警报声响起 我还没有人继续,我还没有人继续,我还没有人继续 我还没有人继续,我还没有人继续,我还没有人继续 必须衣衫不准的逃难,已经算是幸运,有人只是进去商场送修手机,喝个咖啡,就遇上空袭,遭到诈伤,必须住院治疗 还有人尽管自己受伤,也不忘帮忙别人逃命 乌克兰当局表示,俄军空袭时商场内有超过1000名百姓 幸好警报在飞弹击中商场14分钟前就响起,让许多人有时间逃离 否则死伤恐怕会更加惨烈 俄国坚称这次空袭击中了一间欧美援助的军火仓库 里面火药爆炸,波及到购物中心,还声称商场内当时并没有人 只是这次攻击商场正值居其领袖聚集开会 各国领袖都严厉谴责俄国以平民百姓为攻击目标,示范下新的战争罪行 乌克兰当局虽然日夜抢救,但表示瓦利堆下只怕已经没有生还者 找到的只会是更多遗体 民众一边献花悼念,一边表达心中的担忧恐惧 他很像我厄址,我非常想要留在这里,但我感到很高兴 有民众从东部的哈尔科夫来到中部的克列缅丘阁躲避战乱 没想到还是无法逃离二军炮火 尽管不愿离开祖国,现在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为了孩子暂时去国外避难 TVBS新闻与思寅综合报导 而现在阿罗斯扩大对美国的禁止入境名单 新增了25位美国公民,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妻子基儿 女儿艾希莉,还有多位的美国参议员 不过现在普希最不想见到的北约东霍成为了现实 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显示,北约在排除所有障碍之后 正式邀请了芬兰以及瑞典入会 北约的势力东扩成为定局 而成员国的数字从30国增加为32国 怪手忙清理残骸 乌克兰地的大臣卡尔科夫又有学校反遭攻击 而另一边紧邻北盾内刺客的巴克马特 民众落泪挥别家园 就怕俄军很快攻来 因为现在这种状态 我们已经离开了半个城市 江江眼神对准远处目标 为了应对战争持续拉长 乌克兰正在神秘地点训练更多新兵 他们工作在IT 他们的驾驶、教授 他们没有关系的关系 他说这就是为了我们设立这种训练 现场还出现美极指导员 传授使用美制武器 美国的武器 美国的大型是这个人 M2-50 caliber Browning machine gun 如果您没有在这里 他们能够使用这个武器吗 这其实是一种问题 我之前来到这里 他们没有能够使用这个武器 优优人像我 与此同时 北约峰会正在西班牙登场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 亲自主持晚宴接待贵宾 并呼吁力挺乌克兰 战争回到欧洲 无国的国家是不影响 欧武战争让欧洲各国变团结 同时加速北约扩张 芬兰和瑞典现在确定 扫除土耳其障碍 三国周二完成备忘录签署 加入北约已成定局 北约也因为俄乌战争改变政策 将宣布增兵30万人抵御俄罗斯 同时也会加强援助乌克兰 但谈到武器的运送 仍在西班牙的基辅市长 柏友维茨认为运送速度实在太慢 对于商场遭袭 泽伦斯基痛批俄罗斯形同恐怖主义国 应该被踢出联合国安理会 尽管被国际严厉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琴总算在战后 首度踏出国门 访问前苏联小国塔吉克和普库曼 向盟友取暖 只是俄罗斯内部的反战声还在发笑 俄罗斯履业大亨 欲重心肠 形容战争等于葬葬 俄国经济没有任何赢家 不过俄罗斯现在有中国撑腰 帮忙一起骂北约 北约持续突破地域和领域 鼓吹集团对抗 国际社会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俄乌战争不见停火的迹象 区域对抗的火药味反倒越来越浓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